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台湾 接下来方式要怎么走 量缩之后会全面下跌吗 好像也没等到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 高雄的建商代表 罗列的八大理由 跟大家说这些残酷的真相 说你要等到房价轻易下跌 不要喊民了啦 这八大理由 经得起考验 那今天就来看看 到底是买方先沉不住气 抢记忆要去买房 还是卖方建商投资客先断气 真相到底是什么 来 我们今天有一个四大指标 要来告诉大家 台湾未来的景气实在 很难让人找得到 困惊欢喜的理由 为什么 外资已经大出逃 连炒房 连股市投资 都懒得奉陪 那国内的房仲龙头 对房市也是空空空的看法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 上一波的SARS 房价股地你如果撞没中 这一次你大有机会啦 好 另外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现在建商或者是 这个所谓的卖方 开始到货 一个一个丢出所谓的广告户 要收获你 那为什么这么透懂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在这个甜蜜的价差背后 建商没告诉你的事 来 今天这个小时 同样为大家邀请到 57房市诊疗团的几位专家 今天一个一个 帮我们把房市的真相说进去 来 一开始的 我要请蔡总 赶快来告诉我们 大家都在讲说 什么时间杀进股市 去买一个甜蜜蜜 甜滋滋的这个价格比较好 SARS很多人没跟到 听说现在就是机会啦 静想随时都可以买房子 景气好的时候 有时候出去逛街 就买一间房子回来 没错 但是事后你都会发现 在不景气的时候 买房才赚得怎么样 赚得多 是 那我们迅速扫描一下 现在台湾的景气好不好 不好 好 第一个台湾靠出口 所以你看台湾的外销订单 已经从四月到六月 连续三个月的负成长 七月份不用说 也是衰退了 是 景气等候 四月份有一次蓝灯 六月再来第二个蓝灯 这个代表景气真的是萧条 越来越忧郁了 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在暴跌 我们不要隔岸观火 暴跌之后 也会影响台湾的这个经济 因为我们太依赖中国 再过来 最近 只要是电子大公司 只要召开华人说明会 放出来的信息 都是什么第三季 忘记不忘了 下半年营收目标 要下修 所以大企业都如此 代表台湾的经济什么 走入了一个寒冬 好 我们看到了四大征兆 很快的扫过去 得到一个结论 台湾景气 真的蜜蜜蜜 真的冷冰冰 好 那接下来 钱怎么走 人冷咖 钱细咖 今天我们特别要 着重的是讲外资 台湾是一个潜跌的市场 所以受到外面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外资在股市的动向 外资你可以看 7月8月通常都是除息的忘记 那外资是这样 通常它领到股市以后 一部分就汇出海外 然后另外一个 留在国内 留在我们台湾 对 就持续的买股票 但是你看 今年没有 7月份外资净汇出了 这是连续两个月的一个净汇出 所以现在投资台股的净汇入 是1,998亿美元 跌破了2,000亿 表示出来 你看这个现行就是往下 他觉得台湾不好了 何必要把领到的股息 持续投资台北的股市呢 汇入的少汇出的多 也就是说说明一件事情 他连台湾股市都不看好了 好 那外资今天不看好股市 我们也知道 今天刚才说了 外资今天出逃的另外一个征兆 我们来看看 房市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要特别讲 明年实施的皇帝合一 我们都是讲本国人 对不对 对 本国人的话呢 不顾虑你炒皇 但是需要持有6年以上 就没有课税嘛 而且有一个400万的免税门槛 没错 但是台湾明年的皇帝合一 实施针对外资这个部分 是全球税率最高的 多高 你来看 我们说现在 现在假如我是一个外资 在台湾买卖出售这些不动产 我的税率是什么 盈利事业所的税 简称盈所税是七八 还有缴一点土增税 对 明年皇帝合一 你除了盈所税以外 你一年 你持有一年以内 卖出要45% 所以从17%跳到45%呢 你再看 那你觉得说 一年以上35% 对不对 不管你持有几年 没有免税 没有什么六年免税 没有什么最低门槛 很简单 一年以内45% 对 一年以上不管几年 35% 拜托啊 全球最高的税率啊 所以今天房地合一 给他说下去 我管你本国资金 管你外资 保护产通通拿掉 通杀 对 因为过去几年 尤其在台湾 商办 就是办公市场 对 你知道那个办公市场 为什么一路的往上 都是外资啊 私募基金啊 他们在国外一拿起来 哇 几亿美金 几十亿美金 来台湾就把它帮到 算差起来 现在看着说 明年这个税率喔 我跟你说 不玩了 玩不起啊 玩不起嘛 我现在好不小心 台湾我们知道 台湾的这个租金报酬率 已经很低了 不到2%喔 我还要脚那么高的税 不小心弄成一个 互利 互利的意思就是 互报酬 这多了钱 何必那么累啊 对那一早有说过 你太处租了 不够你落税喔 对啊 所以最近你没有看到 麦当劳 对 麦当劳是一个典型的 对 麦当劳把台湾350家的直营店 要出售 出售变成什么 加盟权利金的方式 另寻买族 对 这样的话 是百亿啊 那麦当劳为什么要让杠 为什么要走 所以但我们还在讨论说 他的汉堡薯条 获利越来越低 错了 背后的真相 其实是跟房地产有关 对 缴不起那个税 缴不起 趁实施之前 赶快 搅底抹油先走了 万一实施以后来卖 我看一下 45% 他持有1年以上 35% 谁缴得起 好 再看我们一下 实际的 国际的这个地产组织呢 早已经把台湾的房地产的投资啊 评为末段班 上有说末段班那是有 我们烂到什么程度被评为末段班啊 我证明给你看啊 在日本的话租金报酬率5.5% 对 纽西兰也是5% 马来西亚4.5% 澳洲4.5% 美国4%以上 香港 我们旁边的香港 还有3% 中国2.6%已经很低了 新加坡2.4% 台湾也很低 1.57% 哎呦 人们不敢弯弯咧 真的看到眼泪要掉下来 2%不到在所有主流国家里面 靳陈莫作 我再次的提醒你 这1.57% 是还没有实施皇帝合议以前 哎呦 所以 再过不到5个月之后 可能下手又说下去越压越扁 我们过去都讲 本国人啊 这个帅锅头啊 还是我也在那边论战 我们说我们是本国人啊 你有没有想过外资呢 台湾是一个潜跌市场资金 派他去咯 然后你看一下 外资是怎么看 对 我们常常认为说 哎呀 外资啊 入资啊 看台湾的皇帝产啊 是华人世界啊 兵家自争 必争之地嘛 对 我们是一个宝地嘛 就好像以前那个金教片啊 对不对 金教片的时候当兵啊 两三年 母猪赛貂蝉啊 看到那个 狐狸社的小面 对 狐狸社的欧巴桑 都干嘛 就算很赞耶 对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是宝地啊 自己是很值钱的地方啊 但是呢 在外资跟陆资的眼光 看了这个投报率之后呢 哎呦 你搞不好是 他们的眼中的乡下 意思是说 今天我有钱第一首选 我先去宝地 练了一圈之后 我在这边啦 日本是宝地嘛 澳洲是宝地啊 美国是宝地嘛 这随便移动 投报率都有4%嘛 投报率4%的话 比他们当地的银行的定存都高很多嘛 啊来台湾 搞不好 缴个皇帝合一 还变富报酬 来替台湾的赠国税级打工哦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 外资把台湾看得不定 把我们看到最后一名 实在吗 是最后一名 我们说实在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哦 外资大出逃之后 炒楼的这个资金 拔掉了一根大柱子之后 房价可以跌了 我买得起房子了吗 所以啊景气不好嘛 外资让杠嘛 我们国内的投资客也跑了嘛 这样的时候 自助客 我们的机会就来哦 不景气的时候 只要了我们忍耐 像帅哥我都讲的 你就要喝奶 喝奶了 我们等到海的买 好的买点 将来我们买到很好的 我们将来就可以啊 变成什么呀 这个获利很高嘛 而且我们可以跨区嘛 我们从可以什么 蛋壳到蛋白嘛 蛋白到蛋黄嘛 对可以这样嘛 但是我们现在看哦 很少花言啊 我们国内的这个 黄仲的这个大佬啊 这个永庆的这个老董 孙庆怡 他有讲三个论点 他是认为 比较这个房市是保守了 他说现在房市的 这样说价跌只是出跌段 出跌段哦 所以表示呢 后面还要再盘跌 三到五年 第二个 他认为建商 假如欠现金的话 倒电货 对哦 会出来 这时候在市场抛售 你的机会 自助客的机会就来了哦 听清楚哦 所以接下来呢 三到五年 他如果撑不住 他就要到货 到货你就收到货 好求哦 所以他认为 现在是自助需求 溢价的好时机 通常是实价登陆的 八 注意啊 这个孙老董啊 他建立八到八点五折 去溢价 那大概就被买到 几集前 我们就从十位 从各位专家口中 就要到这个 magic number 从八家开始 砍下去就对了 没想到 永庆的孙董事长 也说出这个注度啊 对 所以孙董呢 已经指出啊 我们这个方向的明灯 对 但是实际 我们看最新的这个数据哦 我们强调 这是六都啊 这个六月份的一个 七月份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 七月份啊 这个买卖房屋的 这个遗准的动数呢 是 几乎呢 都是衰退 在年争率 哇 有甚至有衰退到 快接近两成了 台中17% 全部都埋纳斯呢 然后台北18% 这已经两成 两成很可怕 所以越来越接近 我们的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强调 今年上半年全国 只有13.5万栋 前年哦 只有29万栋 这是什么概念啊 14年来新低 14年来新低 换句话说 回推到当时那个SARS的时候 大家在玩探 说哦 那是一种危机入市 那当时你两栋没中 现在可能是一种哦 对 结论就是 真的 我们要忍耐 已经越来越 在不景气 连外资都走人的时候呢 自助客的好时机 来临 这个时候 今天十位在这个地方 常常爱跟帅大哥 打脱口 不过十位我问你 常常哦 帅过头说 你就爱临来 这句话才听起来 这样有力 你也认为房价 有可能触底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最快的触底时间 是明年的总统大选 结束后的 520的当选的时候 要等到那个时候 明年520的时候 因为呢 从我观察 孙庆瑜先生 他很少在媒体前发言 说关于房地产警器 都交给他的总经理 他是非常资深的 房地产的投资客 连他都说出八成的话 那我都不认为意外 说我们当初讲 我们讲说 实在都打八折了嘛 现在消费者 看的是不跌 我们就不买 因为台湾的经济 跟台湾的环境 撑不起现在的 恐怖的房价 既然撑不起 就应该跌下去 才是健康 那你要注意一点 好房一定会小跌 烂房或是投资客的房子 一定会大跌 你就想说 你今天要接哪个东西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非跌到多少层不可 而是说至少房价 回到三年前的行情 才是一个至少 可以买的买点 不管你的全市在哪 不管是在高雄 还是在台北 都一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 如果说 人家现在什么 刚好抛售 你要去接 不要接 因为狂吵是这三年的事情 你要不回到基本面 是的 而且更好笑的是 当我看到什么 信息计划去房价跌一层 然后什么 建商在哀号 对不对 笑死了 你十年涨三倍 现在才跌一层 你还在跌什么 你还没有跌够呢 常常谈爱就爱 他要大声 你就爱你了 帅大哥 所以话讲回来 你不跌我就不满